2022陆剧重磅来袭 最近接连播出上时 余生请多指 影帝的公主等大家期待已久的陆剧 这部《玉交》 分成和 从关宣道开播话题没有停过 上演玉玲 和交人的甜蜜月恋 一起来认识一下吧 与君初 时和恰似故人规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小说《玉交》 与君初相识讲述从小被谷主控制 为了自由绝 放手一搏 在驯服过程中 常意渐渐融化了云和 心 两人虽然相爱 但不得不互相伤害的故事 恰 故人规则是延续与君初相识后的故事 交人常误会自己被纪云和欺骗利用 更将纪云和囚禁 助对云和的爱和恨 两人一起对抗大魔王 每一句都会引起大家关注的人气女星 从小失去双 在万花谷长大 被谷主林苍蓝当作磨练儿子的 据 被置入毒药 继云和欲灵都是欲心 不会滥杀 姑 也因此能顺利收服常义 迪丽热八十一不必看路 谷装颜值备受称赞的 被顺德仙姬暗算送到万 谷 原本宁死不屈 后面误会继云和后 便将他求在身边 变成了性格冰冷的北境之王 任加伦介 正十二不必看路 据与君出相识的配角群十分华丽 贺 生得恋恋不忘 是一只小蝶灵 被继云和所救而 为他的先世 两人更成为真心的朋友 准备一起出万花谷 是万花谷少谷主 不知父亲派云和来 恋他因此对云和产生又爱又恨的复杂情愫 自演员 心机深沉的万花谷谷主 为了重现玉灵师 荣光 一心只想控制每个人 步步精心 仗着国师 宠爱作威作福 想将常义收为先世 才开启了这 故事 是万花谷中的第一强将 因为被寄云和发秘密 两人成为盟友关系 一生一世 是一只猫妖 下了受伤的血三月 两人因此违反禁令相识项 与君出相识的前半段故事主轴就在 并且为了养自己的儿子 林浩清利用季云和 在各种比赛 都有人做小动作 也让常义前期吃尽苦头 但故 越到后面反转越多 近期有许多录剧都有出现 每一部剧的设定却不尽相同 在与君出相识中 人生性纯粮 但拔下于林会有视心 使骨之痛 眼可以变珍珠 如果断尾就会被族人视为背叛 无回归大海 八部美人鱼提材录剧故事一开头就是道序法 我们可以知道两人相恋后 常义得知真相不再相信云和 并把他囚禁在身边 只能说与君出相识 节奏快速 更让网友直呼前期真的有甜了 剧情演进到恰似故人归时 常义对云和的感情非常复杂 虽然嘴上说着伤人的话 却忍不住关心他 甚至男女主角的演技也都是疯狂炸裂啊 时为主动追爱录剧女主与君出相识的 OST阵容也非常华丽 唱出男女主角的爱情 OST大王 唱出在大海里的神秘奇幻感和长意的心 毛不易和萨鼎鼎则分别献唱了 如你所想男女版和愉悦而上 常看录剧就知道这个阵容真的超用心 我曾经认识到某历 这个阵容的 Va负心 是因为这个阵容 维对内奏 和您的女主角是一个人的 就是这个阵容